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甚至于还有七人座的一个选项 所以车厂其实也看到了 这种多人座车款的商机 在市场上面越来越多的这种 比如说七人座的MPV 甚至于五家二座的SUV的选项 不过大家到底需要什么样子的 七人座的休旅车呢 我们先来讨论最近在网路上面 传得沸沸扬扬的这个消息 大家都知道日前 Honda的Odyssey已经退出了台湾的市场 大家觉得非常的可惜 可是最近既然谣传说 他要满血复活了 重回市场 Ada这个事情到底是属实 还是说还没被证实呢 这个实也不实 怎么说呢 因为Honda的Odyssey 我想这个消费者都很清楚 他是一个非常适合 我们这亚洲地区的这种都会城市 使用的一个七人座 或是六人座的MPV的车型 因为他的车身尺码适重 那事实上在台湾市场那边销售 是非常受到消费者的一个的青睐 那其实在前两年说这个要停产的 台湾停止销售 也造成了一波这个抢购热潮 而现在你会发觉Honda的二手车 也是非常非常的保值 有一点那种有钱也买不到的状态 当然他的空间非常的好 尤其是他后座第二排的孝亲座椅 不管你是孝亲老人还是孝亲孩子 都非常的合适 加上行李箱的这个空间 以及第三排座椅都非常的实用 尤其是第三排座椅是适合成年人 也可以舒服坐的一个这个需求 再加上车身尺码 在台湾的这个地狭人筹的都会区 里面行驶 其实算是便利 比起这种美规的 Toyota的这个 Sienna 或者是美规的这个Honda Odyssey来说 确实又经济实惠省油又好开 但是呢 为什么我们要先了解一下 它是会停产 它是会退出市场 主要还是因为在日本的 这个狭山工厂的关闭 因为我们知道Honda Odyssey在台湾 是采用进口的方式销售 而且是纯日制 由日本的狭山工厂来去做制造 那当然因为狭山工厂呢 停... 关厂了之后呢 没有人生产Honda Odyssey 所以才面临的这种台湾 Odyssey也退出市场一个状态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闻 因为Honda原厂的官方网站 出现了这个新的版本的Honda Odyssey 严格来说是有一点点小幅的修正 最主要是在动力来源上面 可能会换成的现在时下流行的EHAV的这个动力来源 也就是说它可以纯电行驶 它可以燃油行驶 它可以油电来去行驶这样一个引擎 哇那你说哇太棒了 那这样子呢 更加的节能省油 但是面临到近来台湾销售会是什么样一个状态 因为呢我们刚讲狭山工厂已经关闭了 没有在生产Odyssey所以现在呢这个Honda的Odyssey 这个新款新版本的一个车型呢 是移到了中国大陆的真诚工厂来去生产 那当然因为台湾的法规上面的一个这个限制 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生产制造的车辆是无法进来台湾销售的 虽然啊它拥有很不错的一个动力系统啊等等 大家也都非常的期待 不过在目前的状况底下 除非啊它变成国产化 但是如果要国产化早就国产化 何必等到今时今日 再加上它的动力来源是成为这个 E-Half车型的状态之下 它的成本又会来得电高 那国产的状态 怎么说呢 现在呢也要等到今年的冬季 这个新款的这个Honda Oxy 才会在回销日本本土 那我觉得目前现在保有Honda Oxy的车主呢 还是好好的爱惜你的Honda Oxy 没买到Honda Oxy的车主呢 我觉得不必有过多的期待 说期待我可以买到新款的这个E-Half车型 听起来似乎呢 Honda Oxy全新大改款呢 可能在台湾目前是无缘见到 不过没有关系 现做的这种MPV类的车款啊 其实选择性还真不少 我们就来看看啊 如果你想要有这类需求的话 你可能会在网路上面发文 问一下大家的意见 就像是这位网友 他就说他有7人座的需求 那他锁定了4款车型 到底应该要怎么选呢 来小中你最会分析这种的啊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友的需求 他说他原本是开5人座的休旅车 然后后来今天今年的家中 多一位新成员 然后变成一个总计有两大三小 也就是说他有三位小朋友 那他很明显他对于后面的需求 后座空间需求越来越 越需要 那不管是后座的行李箱都是这样子 所以他开始考虑要入主这个 7人座的这个MPV 他强调不是5加2 代表他对于第三排空间的需求度是高的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因为他生了三个小朋友 那我们大概可以了解一下 当然现在总数是5个人 理论上你要那一般是5人座 好像可以做 但是因为这三个小朋友 妈妈都要照顾 你想一个是刚出生 一个我们我们随便估计一下 一个是两岁 一个四岁或五岁 都是非常需要大人照顾的年纪 所以不太可能 应该说没办法后座又做了三个小朋友 又做了妈妈 所以很自然的他需要有第三排空间 我们想象一下 妈妈坐在第二排的一个其中位置 然后另外三宝三个小朋友 放在旁边跟第三排 看起来就是非常一个完美的设计 就是我可以随时照顾这三个小朋友 也难怪他需要做这个 需要这个7人座的MPV 那他提出来他经过一番筛选之后 他他有四台车列入这个目前的候选名单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是这个HONDA的CUSTING 基本上这台车 我觉得简单讲 他是入手最便宜的 他入门款一百三十二点九万 正七人座 对正七人座 高贵不超过一百五十万 然后另外你可以看到尺码 车长B线五米 轴距超过三米 就是刚刚冠宇说的 他就是正七人座 他对于二三排空间的运用 是非常非常足够的 那另外他的排行量是一点五升 那当然在税率上面是有优势的 而且对于这个理论上 对油耗有一定的帮助 另外一台是KIA的这个CUNIVAL 那这台车的话 当然他的这个价格分布就比较广 从一百五十五万到超过两百二十万 那我觉得这台车最大重点是 一样在尺码 他超过五米一 代表着他除了提供正七人座的 这个车次空间之外 他的后行李箱 也可以提供更大的承载的空间 但也因为他的车长 造成比如你如果平常 你假日出的是很好用很方便 一家五口一起出油和热融融 但是如果你平常也是 需要开车代步上下班的话 这五米一超过五米一的车长 会变成你在日常在停车的时候 一个负担 这是现实状况就这样子 那柴油动力很明显的扭力有四十五 KGM代表你不管是满载 或是爬坡上山 都会很好的运用 所以CUNIVAL就是空间大 那价格的话 因为他主力车款大概落在一百十几万 其实一百十几万就是之前 Odyssey这个价格带 那他可以买到更大的空间 然后更扭力更充沛的柴油动力 配备又更好 对所以我觉得CUNIVAL的优势在这边 当你需要空间大的时候 他就是很好的选择 另外一个是福射的MUTIVAN 这车其实比较偏 一开始出发的设计也比较偏商务 但因为MUTIVAN这个等级设计的话 他又加入很多豪华舒适的配备 所以一样的也很适合家庭使用 但一样在尺码上面 我觉得要需要注意是在车高 它是这里面四台车 唯一超过一米九的 代表你进入室内停车场 不管是立体的 或是百货公司地下室 很多都是限制车高在一米八 那就变成说你明明是开心一家五口出油 可是到百货公司发现我不能停车 那那怎么办 那其实有时候会造成使用上一些困扰 所以变成车高 如果你觉得这部分是你觉得还好的话 那我觉得MUTIVAN 一样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最后话就是丰田的Sienna 那这台车一个最大的优势 当然除了尺码跟CUNIVAL一样 是属于这个大尺码的MPV之外 它另外这个油电动力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亮点 那如果你想要比较慢慢开 市区开的时候 比较高的宁静度的话 那油电动力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当然它车价是最高的 你看它最高归要逼近三百万 那等于是两台CUNIVAL的钱 所以大概这四台车 各自有不同的特色跟需求 那我觉得除了价格之外 还是回到尺码这件事情 如果你对于尺码 你就觉得我不要太大 如果超过五米的话 是都会行车都会停车 真的很困难 那我觉得CUNIVAL是唯一的解